署長 因為今天委員的版本裡面 只有本席提有關天燈施放的問題 那因為不久之前署長應該 就是我們淡水漁輪碼頭 有兩艘漁船 被天燈燒掉 而且那個漁民浴庫無類 因為他沒有去保意外險 保活險 然後結果就燒掉了 那像這個案例請問天燈所造成的 火災或重大火災 現在我們消防署這幾年有沒有統計 有沒有 最近有一個統計 有統計是 有統計是 那就說天燈的施放 因為在我們國家現在一直把它當觀光促銷 而且現在也不限於平息在放而已 而且我就發現到各地 都在放 所以本席的這個條案裡面 把它變成就是說施放天燈也列為 一個管制的事項 消防署的立場是怎麼樣 一樣 我們原則都是禁止 所以他經過申請 所以他經過申請 必要的防護測出之後 對 可是有些喔 有些散兵游泳的施放你怎麼辦呢 那到時候我們會去取地 用取地 對對會取地 那會跟他處罰 會跟他用處罰的 對對對 那另外有一個跟今天 沒有絕對關係 但是跟未來有關就是說 這些我們瓦斯桶的 這個安全期限的問題 對對對 這個部分到底消防署要怎麼解決 目前的話 當然基本上我們會用 他那個每一 譬如說超過 我的印象是六年以上的話 對 每年都要來檢查一次 那我們用那個 定期的這種檢驗 來跟他做管制這樣子 因為 因為現在喔 瓦斯的危險性喔 是人潮越多的地方越危險 當然 其實反而家戶的廚房 我認為那個 如果有傷亡是一個家戶 對 可是如果是夜市 餐廳 小吃 人潮聚集點的話 那個一產生傷亡 那就嚇死人的 沒有錯 對 那我初步的資料 對 我發現我們國家的規定喔 還沒有大陸來的嚴格 是 所以我最近一直在比較這些東西 包含之前的 那個氧化彈中毒的問題 我發現大陸的熱水器的標準 比我們台灣標準來的高 我現在發現說 瓦斯桶我們台灣的標準 也比大陸來的鬆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奇怪的問題 我們一直講說我們比大陸進步 比大陸怎麼樣 那結果我們說已經說 誇稱已開發國家 結果還是這樣的一個現象 那你覺得 近期之內 消防署比較明確的作為 應該是怎麼辦 到目前的話 我們是針對那個瓦斯 瓦斯的這種 鋼瓶的這種量產的時候 對 我們一個叫形式認可 就是把那個鋼瓶的形式先把它確定 然後它再按照那個形式去製造 製造完之後 進口之後我們再來各個 你現在知道嗎 我們現在的瓦斯鋼瓶是無敵鐵金鋼喔 就沒有年限喔 你知道嗎 對啦 你知道嗎 是無敵鐵金鋼 永續不壞喔 它嚇死人了 永遠都不壞 永遠都不淘汰喔 要怕死人啊 但是是這樣子啦 你那瓦斯鋼瓶 我們定期位置跟他做檢驗 檢驗不合格 我們就砸掉了這樣子 那請問你每年砸掉的比例多高 每年砸掉的 大概百分之四十 百分之十三左右 百分之十三 一百個砸十三個 對對對 那請問這個歷年的比例有沒有在提升 逐年都在提升 逐年在提升 對對對 那可不可以給我一個過去五年的 你們把它砸掉的那個比例的一個說明表 好不好 可以可以 讓我能夠了解到 因為本期一直非常憂心這個問題 我知道 這是很重要的問題 謝謝處長